4月6日,马英九和台湾青年一行到访秦史皇帝陵博物院参观。 兵马俑曾数度跨海赴台展览。 2000年底至2001年5月,兵马俑秦文化特展赴台展出引发轰动。 台北、台中两城市展览期间共有165万人参观。 不少首次到访的台湾青年表示, 现场看到这些兵马俑,他们仿佛从书本上,屏幕上一下子跳到眼前, 可以零距离感受历史,疏为震撼和感动。 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人生中可以看到兵马俑,我觉得蛮新奇,真的是很激动。 在历史课本上面最近有看过兵马俑,这也是我第一次来看兵马俑。 看到的时候真的比书上的东西跳到眼睛前面的时候, 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惊讶。 在2000年前就有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地下的工程, 就这样子一个建筑,这样子一个庞大的工程, 就是出现在眼前,看到的当下还是十分感动,十分惊奇的。 很特别,很特别的一个体验。 对,我们小时候就是电视上有看过,纪录片里面有看过, 所以能够来到现场我们真的非常高兴。 在就是交流的过程中,可能想了解一下兵马俑背后的故事, 比如说它的发掘、修复以及保护文物展示方面的。 我们真的很开心,我看到每个人都在自拍。 首先会先和兵马俑的军阵来一张自拍, 然后听我们的讲员同事他们去讲的时候, 就是互动往来,大家都能感觉到有很多问题想问他, 然后有来有往这样的一个解答。 当天下午,白银九和台湾青年一行,前往西安国家版本馆参观。 藏之名山、传之后世,版本馆及收藏、研究、展示和宣传中华文化与一体, 是中华文化的金种子。 正在展出的《楚墨一针万里同风》、丝绸之路版本展让不少台青印象深刻。 刚过来的时候看到秦陵,然后就发现这个地方背靠秦陵。 然后我们刚刚也跟秦陵一起合照, 然后我们很,然后刚刚进去看了这些文物, 然后看了整个《思绸之路》, 从唐代开始一路到了现代, 对,然后就是感触蛮深的, 然后也觉得经济发展还有整个《思绸之路》的重要性。 就今天我们主要参观的是,就是《思路》的这个展区, 那因为陕西作为《思路》的起点, 就是跟西域或是等等其他国家有做连结, 有做商业往来。 印象最深的文物应该是刚进来那一面墙, 然后全部都是四股全书,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壮观。 马英九说,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, 版本馆中保留的许多宝贵点击版本, 记录历史, 见证文明。 我看到大陆这几年打造几座国家级的版本馆, 将再有中华文明印记和地方特色的印记各种类的版本纳入其中, 不但保存了历史文化的宝藏, 也为了中华文化留下了珍贵的种子, 让传统经典能够跨越时空的翻离, 重新活化运用持续传承下去。 我个人非常肯定, 期盼中华文明的古籍的智慧, 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盏明灯, 继续照亮了中华民族的未来。 据介绍, 4月5号至6号, 马英九级随行的20名台湾青年学生, 在十三朝古都西安访历史铭记, 寻两岸文根, 感受了特别的长安十二时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